我们现在教大家怎么样的设置 OK 好 从开机开始 抽上电源之后选择三个盖 我点击开机键 那么我们只说手机壳是选择模式1 P1和P2这里有 那么第一 按P1的话 它就是用模作手机壳 当然这个参数不对 这个参数也可以自己调 你可以按temperature 按time或temperature 你可以按在闪动的时候 你可以按加和减 对不对 OK 这是加 下面这个键呢 下面这个绿色的键是减 OK OK 好了 那我们现在因为 OK 用模作手机壳有一个 有一个还有一个参数 长按这个 time键 它会出现 它出现一个可以设置的时间 这个叫轰模时间 这叫模的预热时间 OK 还有一个参数 就是就长按这个temperature 长按温度5秒钟 这个轰模温度 轰模温度是90度 一般 这个意思就是说 到温度 机器温度升到90度的时候 就可以把模放进去了 OK 然后90度可以长温 烘热 持续20秒 OK OK P2 你看一下P2的设置 P2 是不是 那你也可以按 Time TestTime 设置它的时间 加和减 对不对 然后温度 加和减 按一下 对 看到没有 一般用纸做手机壳呢 我们设的这个时间呢 从360秒到420秒都可以 那温度呢 一般设在180度 OK 那确认一下 它有没有轰模温度和轰模时间的 长按轰模时间 长按这个Time 5秒钟 没有 这个要你呢 用纸做手机壳的时候 只不需要轰 不需要预热 OK 那就是这样就设置好了 再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上盖 你看 这是 这是用纸做手机壳 它要抽真空的话 上面必须要有一个真空皮 也是硅胶的 硅胶真空皮 如果是用膜做手机壳 膜本身充当了这个抽真空的这个部件 它是用上面是一个这样子的 跟下面差不多的 一个蜜蜂条 OK OK 还注意这个面板上这个加热键 你在机器设置好了之后 你就按加热键 让机器的温度升到你设定的温度 那这里面的抽真空键 这边也是不需要你按timing的时候 按这个道具设的时候 它会自动抽真空的 是吧 OK 关掉 OK 这里面 如果你要再进行设置的时候 你试一下 如果是加热键按着状态 你把加热键打开 你再设置温度 是设置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设置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加热键关掉 OK 对我现在也是怎么用2030做手机壳 那我现在手机壳已经包好了啊 去看 那给大家 哎 呃 这是iphone6的手机壳 已经用模具啊 已经卡在了模具上面 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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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看 哎 这是用我们打印好的这个热转硬子啊 这样子热转硬子 然后哎 覆盖在这个手机壳和模具上面 OK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 如果是用纸做手机壳呢 这个2030呢 现在选择p2 这里选择p2 那么时间跟温度呢 哎 p1是用模特手机壳 p2是用纸做手机壳 那p2就是没有预热温度和预热时间 那注意看啊 现在默认的这个时间和温度是 时间390秒 时间390秒 sorry 那 温度是180度 对 设置好之后 设置好了 你可以按加热 等温度到了180度 他就会提醒你 那个时候就可以把手把模具和手机壳放进去 ok 现在是一百一百七十七度啊 等他升上去 到一般你可以自己把它放进去 ok 压下来 现在就可以按timing 注意看这个正空表是不是正常在旋转到绿色区域 还会把电行动跟机壳放进去 还可以一个人惯例 回应 して 现在我们就等待时间结束 我们时间快到了 OK 时间到了 取出来 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样一个手机壳就取出来 这样一个手机壳就做好了 OK 那我们现在教大家 那么快一把这个下距离 那我们现在教大家 好的 我们下距离 这是建议的 所以下一步 我们下距离 我们下距离 现在我们下距离 走 那我们下距离 我们下距离 感谢观看